恭敬和尚 十杯开示 阿弥陀佛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三十七年 我们在这个地方三天 已经就圆满了 我这一次呢 代替我们 悟行师傅来组访这个三十七年 他老人家到现在还没回澳洲 下个月 师傅八月份 又要到墨尔本 可能下个星期 也会到墨尔本去 因为有一位一对夫妻 退休了 买了一块地 农场 这个请我去撒净 然后他这个农场里面 也有做了一个念佛堂 他们两位夫妻啊 退休了 所以跟他先生两个人 生意也不做 给他儿女 所以要好好在那边念佛了 真的退休了 我们 雪梨啊 非常难得 我们的统修们也非常有福报 你看 最近啊 很多这些 马来西亚的 很多地方啊 邀请我去打佛妻 然后办一场生死训练 我都拒绝了 新加坡啊 还有几个地方 但是 我们这个雪梨这个地方啊 以前我所知道的 一年只办两次 办两次 又加了两次了 四次 每次又三天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 有时候有一些道场 要办一天哦 一年一次哦 都很难耶 所以要好好珍惜 那 在这个地方啊 我想跟大家来 讲几句话了 是这样的 我们这几天不是在学习 那个 中风果实 他在这个三十七年的开始嘛 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啊 人在 欲望之中啊 有时候啊 会失去的理智 甚至也可能会失去 或者迷失了 他的本性 本来是善良的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因为他的欲望 不断的去追求 所以啊 让他 整个人啊 就失去的理智 像这类的人很多 在这个社会上 所以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我们 我们学佛的人应当 要怎么做呢 少欲 自主 而这句话 其实内容啊 有高度的智慧 是人很简单 少欲 知足 但是有高度的智慧 你能够听懂这句话呢 你这一生的人生 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快乐 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 有一个大清光 名叫什么呢 叫做李鸿章 大家有没有听过 李鸿章啊 可以说啊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一生清廉 把他的这一生修学的 一生的经过 写在一首诗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一首诗 写的很长 但是他的内心的心得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大意是这样讲的 他说啊 在这个人生啊 大福大贵啊 在这个世上 什么样的人呢 是大福大贵的 李鸿章讲啊 懂得知足的人 是大福大贵的 他那一句话 很有高度的智慧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家里有一点银两 有一点钱 十两 啊 房子虽然小 但是能够遮蔽风云 是一个 是能够饱 是能够晚 穿得晚 其实呢 再加上 身体没有病 再加上 心里面 没有忧愁 又家里 没有人啊 找上门逃在 像这样的人啊 对我们世间人来讲 是什么样的人呢 都是大福大贵的 那我们何必呢 再去追求大福大贵呢 这一句话 含有大的智慧 你要去思维 去思考 李鸿章这一句话 他所说的是什么 其实啊 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更彻底 更彻底的 什么呢 一切有违法 辱梦 换泡眼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 无论你怎么追求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的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应该把这个人生过得好 有什么事情 能够看开一点 能够看开一点 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你烦恼的 能够不计较就不计较 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你睡不好的 吃不饱的 好啦 虚言啊 都是假的 最主要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念佛的人 不计较这些 因为我们的目标 跟方向 不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亲近阿弥陀佛的 有什么事情 能够看开就看开 比方去计较 其实啊 人越简单越好 能够带你整个人的 生活的那种自在的幸福 一个人生的快乐 不快乐 关键在你 你怎么懂得去知足 其实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去明白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是这样的 在业国 有一位夫人 业国夫人 他这个人呢 生活在大福大贵的 不缺什么 要钱有钱 要地位有地位 非常的富裕 但是他有上根 什么 他知道这个是假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就算我们今天拥有 天底下所有的财产 就算你的地位很高 就算你的财产 能够赋予敌国 就算到七代 你也用不完 你到最后 没有一草一态的 能够带得走的 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业国夫人 每一天 他就念佛 带着谁呢 带着他的家里丫鬟 他家里很多丫鬟 带着他的丫鬟 去佛堂念佛 所以你回去 逼着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我们一起念佛 对不对 他带着他丫鬟去念佛 其中的一位丫鬟 他真的念佛成就了 一之十字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往生当天晚上 他托梦给他的 这个业国夫人 他从已经往生西方 又回来 然后托梦 他说 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机缘 我认识了净土 还有你的姻缘的帮助 我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岳国夫人感恩 我要离开了 但是岳国夫人很聪明 岳国夫人就跟这个丫鬟讲 你能不能带我去走一走 到西方极的世界 看一看 这个丫鬟就跟他讲 好啊 既然你要走 我就带你去 到了西方极的世界呢 第一站的 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七宝池的莲花 我们西方极的世界 往生到西方极的世界 是经过莲花 莲花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母亲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是经过我们母亲 叫做母胎 泄露之期的 不一样 我们到那边 不是从小慢慢长大 没有 我们是移民的 是生的 不是死的 我们已经火生生到那边去的 那看到这个莲花池呢 七宝池啊 有莲花 但是这个莲花呢 有大有小 有孤 有蓉 有金 有缘 有好 有坏 有漂亮 有不漂亮的 有丑的 各同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叶国夫人啊 就问这个丫环啊 为什么 怎么回事 丫环呢 怎么说呢 他说啊 世界上修净土念佛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哦 要记住啊 今天师父讲的 要记得 什么都可以不忘 可以忘记的 今天师父讲的 千万不要忘记 因为这个很好 那个丫环跟他讲啊 他说 一个念佛的人 他心里面很想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很想 亲亲阿弥陀佛 很想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当他的念头一动 还没念哦 还没念阿弥陀佛哦 他的念头一动了哦 七宝池啊 长出一朵莲花 那个莲花是谁 是你的 有你的名字 可能甚至有你的照片 就是这样的嘛 长一朵莲花出来 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人啊 很精进用功念佛 他的莲花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懈怠了 懒散了 这个莲花呢 越来越孤了 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啊 叶国夫人啊 看到这样的情形啊 他吓了一跳 就问他 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啊 西方极乐世界 全部都是永恒的 不生不灭 只有七宝池 零花的 有生灭的 只要你用功 零花就长得漂亮 你不用功 零花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原因 然后呢 他说啊 这个原因缘呢 跟我们念佛的人 有关系 跟阿弥陀佛 毫无相关 阿弥陀佛 跟我们毫无相关 这个莲花 所以你要用功 然后最后啊 叶国夫人啊 问这个丫鬟 那我将来啊 往生到哪一个地方去呢 到何处呢 那丫鬟啊 就告诉那个叶国夫人 那个是你的 一朵金的莲花 非常的漂亮 那个是你的 说明什么呢 叶国夫人念佛 已经达到什么 三昧了 念佛三昧 上上品往生的 金牌的 所以很开心 知道这个道理 回家了 回家了呢 等到他那个生日的时候 他去烧一个香 向佛鼎礼 站着往生 一直死去往生西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虽然他是一个 一位业国夫人啊 很有钱 很福贵的一个 一个生活里面的环境 但是到最后呢 他还是看破 还是放下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所以啊 一心一意 求什么 求真的 求永恒的 求不生不灭的 那怎么办呢 老老实实 念佛求生西方 这个啊 只是一种鼓励 不是叫我们 回到家里 什么都不干了 什么都不做了 哎呀 学武法师讲了 明天不开始煮饭了 也不洗衣服了 也不上班了 什么也不打扮了 对不对 本来是好好的 长得很漂亮 现在看得很好看 一听学武法师这样讲 什么都是假的 那这下海了啦 这下死了啦 你先生等一下 是找谁 不是找你啊 找我耶 学武法师在哪里 不是 你要听 听好 你要意识 就是说啊 这一生当中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 常常听 佛陀所讲的 人生之苦 国土脆弱 生命无常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找到一个 更幸福 更快乐的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求生净土 没有别的 你看我们大家都老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头发也白了 师父再过几年 可能在十年五十岁 五十五 今年是十五啊 十年五十五 在十年六十五 在十年七十五 你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不一定年天能够活着 好好的 无常嘛 对不对 可以 好好活在珍惜的当下 该念佛的时候 好好念佛 该放下的时候 赶紧放下 该看破的时候 赶紧看破 不要跟人家 轻轻计较 许愿妙用就好了 今天能够穿个法 穿得暖 好好念佛 先生骂我们一两句 阿弥陀佛 没关系 有人骂我们一两句 也无所谓 只要你把你的那个佛号 融合跟你的生活在一起 什么比什么更重要 祝大家 导致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